网上说杨康人挤爆三亚 这段时间三亚的人气是直线飙升 旅游度假的人越来越多 三亚湾沙滩上群是人 往日的热闹场面又回来了 然而随着人流量的增大 杨过杨康的人群也是大量涌入 也有一些网友建议我去三亚的各大医院去看看 那么现在三亚的医院里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大家好我是杨康飘飘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三亚市的人民医院 前方的这条路是解放路 它也是三亚市的一条主干道 这栋大楼就是三亚市人民医院的门诊大楼 它也是海南省南部区域医疗中心 现在呢就带大家进去看看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是进入医院的一个侧门 也是机动车道 今天呢是2023年的1月6号早上的8点多钟 发热门诊急诊在这边 咱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啊它也是三亚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 这里就是一楼门诊大厅 前面那块呢有人在排队 那是挂号收费处 但我感觉人不是很多啊 这个队伍排的不长 上面呢就是三亚市人民医院的一个门诊楼的引导图 它一共是有九层楼 这块是取药窗口 西药房 也有一些人在排队取药 这个里面呢就是急诊科 这些是急诊室的抢救护理床 这边还玩了好几床 看看呢 刚刚一个那个120急救车 送了一个病人过来 急救病人 这一早上啊送来好几个了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 这些就是急救车 都是早上刚拉病人过来的 算是一个平均的老年人 这边是说是便宜的 我会扮演这个 Fall STUDY人的导臣 不是овор业的 你也不奢侈的 不是许多人 那个此外 等其实就是 从来 这个嚷 从来 这开始 是 做功能 。 我们 . 我现在是来到了二楼 这个二楼上的人也不是很多 它每一层都是有那个画号收费的地方 这边也是排了一些人 这块的话它是夜间急诊 开CTDI的地方 现在是9点多钟 这会拿药的人就多一些了 在医院里转了一圈 总的来说 感觉现在医院里的患者还是挺平稳的 并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人满为患 抢救室和书业室里也有一些病人 但都以老年基础病的患者较多 其他科室都是常态化 现在医院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